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四个人我们都很熟悉张学良 杨虎成 叶挺 廖成志 但第五个却显为人知 叫费拱 费拱是江苏苏州人 身份是大学教授 但还有一个身份很牛 袁克定知道吧 袁世凯的大儿子 就是费拱的岳父 出身书香门第的费拱 从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后 又去了英国牛津大学深造 可见也是个学霸 回国后 费拱应聘浙江大学教授 1940年又成为这大殉导长 这些经历虽然牛 但也只是在学术借流 真正让费拱扬名天下的 还是他跟蒋介石的较量 1943年 蒋介石写了一本《中国之命运》 当然 真正的作者其实是陶希盛 陈布雷 老想对这本书很重视 让媒体大肆宣传 引起了费拱的极大反感 费拱写了一篇文章 名为容忍抵挡与开放语论 把蒋介石骂得一塌糊涂 说 宪法颁布后 中国仍未踏入宪政时期 名为宪政 实为独裁 你想 这样公然唱反调的人 老蒋能放过他吗 于是 蒋介石通过教育部 命令这大校长严密监视费拱 一有动静就抓起来 甚至还让戴利的军统制定了一个秘密暗杀费拱的计划 好在费拱的名声很大 支持者中度 蒋介石最后也没敢轻易动手 蒋介石没敢动费拱 费拱却没饶了蒋介石 于1945年1月去了重庆 专门调查国民党行政机构的效率 在交通部 财政部 外交部 考试院等部门不停调查 拿到了大量的一手证据 公开撰文披露这些部门的腐败 庸正 这一下 彻底激怒了蒋介石 1945年3月5日凌晨 费拱在朝天门码头准备过江去北北的复旦大学时 突然失踪了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说是失踪 但很多人都知道 这是蒋介石干的 这大校长朱可珍立刻联系各界 营救费拱 复旦大学也公开发表告各界同胞书 号召学生罢课 要求国民政府立刻释放费拱 事情越冒越大 惊动了延安 延安的解放日报也声援费拱 要国民政府无条件放人 周恩来也心自出面 找国民党当局交涉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 重庆各大报纸 滚动刊发有关费拱事件进展 让蒋介石丢尽了面子 费拱的人缘好 重庆各大学的四十多名教授 连明写信为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 要求魏德迈出面 让蒋介石释放费拱 1946年初 周恩来利用和国民党谈判的时机 要求国民党无条件释放五个人 急开头说的张学良 杨虎成 叶挺 廖城志 还有费拱 但蒋介石铁了心要除掉费拱 面对铺天盖地的舆论指责 老蒋庄傻充愣 说根本不知道费拱的下落 其实 费拱在背 不几天后 蒋介石就下令 在渣子洞秘密处死了费拱 更可恨的是 蒋介石为了毁尸灭迹 竟把费拱的尸体扔进枪水池给融化了 直到很久以后 大家才知道 费拱早已遇害 周恩来一直没有忘记费拱 1950年 还派人去看望费拱的家属 并要求华东军政委员会 要对费家特殊照顾 以教授的待遇 给费家发放有附金 1978年 费拱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并于1980年3月16日 在上海烈士陵园 举行了费拱烈士怀念会和衣冠和安放仪式 至此 费拱教授也该瞑目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